在此前休斯顿火箭和独行侠完成了一笔二换二交易,他们将球队中锋奇纳努欧努阿库送到了独行侠,再加上150万美元的现金换回了前锋马蒂轮营的签约全核164万美元。 此外,独行侠还将获得未来跟火箭交换一个受保护二轮签的权利,这一笔交易独行侠用自己的空间帮助火箭,消化了侯努阿库的保障合同,为休斯顿节省了一笔奢侈税支出,算是近几年少见的双方友好互助。 昔日德州有三大假象,火箭很强,小牛很弱,马色很老,但目前来看,这已经成为了现实,火箭成为了德州新的霸主。 对于独行侠来说,他们想重返巅峰,和另外两强抗衡,需要做的就是力兵莫马等待时机崛起,特别是今年夏天,他们在选秀大会上,摘下了欧洲妖星卢卡东谢奇。 这个年轻人被誉为下一个詹姆斯哈登,是独行侠未来的舰队基石,就在今天东谢奇接受了西班牙媒体马卡报的采访,他谈到了自己在NBA的未来,以及独行侠的未来。 东谢奇说道,我在NBA和在皇家马德里,时可能拥有不一样的心态,最困难的事情将是如何去适应,因为我离开的是一支已经赢得了一切的球队,而我即将前去的球队独行侠则没有,因此我需要改变心态,帮助这一支球队重新找到赢球的感觉。 随后东谢奇更是提前宣战29队,五年时间,他只要五年时间,就可以带领独行侠重返巅峰拿到总冠军,取代勇士的地位。 东谢奇说道,总冠军皆是一直在我脑海中不现,但现在对我而言,对独行侠来说都是不太可能的,我们还需要一些时间来得到这些,五年,是的,我们可以在五年后成为总冠军竞争者。 东谢奇是今年的碳花秀,他身高2.03米,体重103公斤,在2017-18赛季西班牙联赛及欧冠联赛,中出战69场比赛,场均出场25.1分钟,得到14.3分5.2篮板,4.6助攻1.1强断。 独行侠确实是把东谢奇当成了是下一个哈登,他还专门为这个孩子,配置,了一个吃饼王小乔丹,也就是说独行侠也能像火箭那样,为防守者送上两杯致命毒药。 你是要夹击东谢奇,放任小乔丹吃饼,还是让东谢奇丹挑得分,这会是一个艰难的选择。 同时独行侠还会再裁掉阿库之后,签约冥王哈里斯,这个昔日东部有名的空位将用他的经验让东谢奇变强。 五年时间可以发生很多事情,火箭在续约克里斯保罗之后,为自己定下了四年计划,这四年他们要和勇士搏杀,但五年之后,这两支球队恐怕就要日落西山了,而东谢奇正值盛年,独行侠或许在未来可能成为德州霸主,同时东谢奇也或许能复制诺维斯基的传奇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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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